在斗罗大陆中有很多天赋强的魂师 而他是天赋最强的封号斗罗 是万人之上名震斗罗的顶尖大佬 也是悲伤到极致的女孩 他失去了爱人 被师父伤害 被女儿嫌弃 他这一生不是为了自己而活 而是为了复仇而活 想必说到这里 大家也猜到了他是谁吧 他就是武魂殿教皇比比东 其实比比东的前半生并不悲伤 相反还很快乐 他的天赋精彩绝艳 先天满魂力双生武魂 哪怕是唐浩的天赋都不如他 正因如此 他也被千寻吉收为徒弟 成为了武魂殿的圣女 下一任教皇的候选人 那时候的比比东 有着青梅竹马的男朋友玉小刚 有着关心自己的师父千寻吉 甚至就连他的天赋和实力 也在迅速地增长 可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这一天 千寻吉用最龌龊的方法 占有了比比东 拆散了他和玉小刚的爱情 而比比东 也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天才少女 变成了一个悲伤的士族少女 不如千寻吉 他若是向玉小刚解释 反而害了玉小刚 所以他只能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他隐藏着自己的仇恨 哪怕是千寻吉的死亡 他也没有彻底暴露自己 因为千寻吉死了 还有武魂殿 还有千道流 然而这一切玉小刚 根本不知道 连自己唯一的女儿千人血 和自己都是对立的 根本没有共同理言 当初玉小刚前来找比比东 替唐三求情的时候 玉小刚说 如果是他遇到危险 他也会奋不顾身 那时的比比东 是实实在在的真情流露 眼泪是掺不了假的 更何况是 武魂殿教皇比比东的眼泪 他的自白 他的冷酷 所有的一切都 只是在掩盖 自己悲伤的内心罢了 如今虽然有了实力 但却再也回不去了 他和玉小刚 再也没有可能了 当年的阴影 一直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他自始至终都爱着玉小刚 天真浪漫的他 受到了这个世界 最惨痛的打击 于是他要报复 报复千寻吉 报复武魂殿 可惜 到头来 他还是什么都没有了 大师的脸庞之所以僵硬 那是因为比比东的绝情放手 而比比东之所以绝情 则是为了更好的 保护大师玉小刚 这就是比比东的一生 天赋惊艳 美艳绝伦 奈何他的人生 却是伤心惨目